今天泛民主派發起香港是我主場 遊行到中聯辦 抗議北京介入特首選舉 損害香港高度自治 一國兩制 多名泛民元老餐場 中聯辦 班向盤 中聯辦 班向盤 中聯辦 班向盤 中聯辦這次公然粗暴地去控制我們整個選舉的過程 連他們自己首先陰點的兩名 他們現在都要硬推銷某一位候選人 這是嚴重干預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 根本也不是公平公正公開 因為是一個小圈子選舉 但是既然你都已經陰點了兩位 那為什麼你不給拿票的人自己憑他們良心去決定選哪一位呢 還有根本這次中聯辦的干預 是絕對違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那我想中央政府清晰地告訴香港市民 究竟回歸15年 一國兩制還存不存在 記者問到中聯辦這次做法 是否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陳方安新亦表示認同 當然是 因為講得很清楚 尤其是《基本法》第22條 講明任何一個駐港的中央機構 不能夠干預特區政府的高度自治 那選舉固然是特區政府和市民的事 不是中聯辦的事 那為什麼這次可以這麼橫行霸道去插手 對於港大民意調查有這麼多市民參與 陳方安新指市民是看不過眼中聯辦對選舉所做的行為 亦呼籲選委亦憑良心投票 即是香港市民告訴中央和中聯辦 我們要爭取真正的普選一人一票 就算是一個模擬的選舉 尤其是受到這一兩人襲擊 令到市民很憤怒 我希望明天所有選委會都會投下良心的一票 為香港整體的利益福祉去投票